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近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价景投资 台股是一个潜跌 而且又有效率的市场 这一套资金它会往哪边靠拢 我说它一定是买强不买弱 最近你可以看到 台股的一个架构 光学族群是目前的主流部队 我说你手中一定要有 尤其在昨天 当这些光学族群的股票 全面回档同时 我告诉你 我依然看好啊 你来看一下昨天的哑光 跌停板吗 我说你买在低档的 昨天的跌停板 你在怕什么 另外一档 光学元件的郁金光 昨天重挫 我说你做空的空单 记得要回补 结果这两档股票 今天都很漂亮 都亮灯了 亚光一开盘没多久亮灯 郁金光呢 一样尾盘锁掌停啊 所以整一个操盘节奏 我相信我们拿捏得相当清楚 这一档亚光 当时候8月8号 股价回档跌停板 我说有基本面的强势股 它不会那么容易结束 亚光的车用镜头 是双B跟Tesla主要客户吗 那这一段我没有赚到 我不会觉得可惜 重点是未来 你有没有看清楚 它的一个走势吗 所以当天 亚光 跌停板哦 84.6 我告诉会员 涨多回档的亚光 多方格局不变 哇 跌停板84.6买嘛 27分啊 9027分 会成交30分钟 这个5分钟交易盘的84.6嘛 1300多张啊 所以保证一定成交 买完之后 沿路的上涨 来到8月24号 128 我停力卖出 这样一买一卖 累计的报酬率 叫做51%嘛 我卖掉的亚光 当它回档修正 尤其隔天 它跌停板的同时 我是不是告诉你 我依然看好啊 所以 28号 回档三天的亚光 105直接买回嘛 你高点有卖的 差了23块钱 跟我低接嘛 低接完之后 往上推升 昨天 回马腔 来到121 买在低档 何惧之有 你是买在105 你是买在110的嘛 昨天 涨多的回档 你会害怕吗 如果有青鲁老师 在旁边指导你 这档股票 未来走势 还会往上推升 昨天的停停板 是买点 还是卖点 不用今天 我在做吹嘘的动作啊 今天当然 你看到亚光 预清光 涨停板 你心中可能会 鼓掌叫好 昨天 是谁在节目当中 明白告诉你 光学族群的干领股票 他还没有结束 很多人之前 也在分析 亚光 预清光啊 但是昨天 其他的节目 其他的分析师 是不是告诉你 他们都卖掉了 高下 立判 是在昨天 不是在今天 所以整个亚光 昨天啊 纵做跌停板 121啊 买在第一档的105 你在怕什么 我没有叫你出 你不要急着出 因为之前这一段 你已经看到了嘛 赚了51% 那接下来这一段呢 从105 到今天 133亮灯 恭喜会员啊 昨天不卖是对的 那我感谢会员的支持 感谢会员的支持 这句话的含义 我相信同样 你应该知道 他的一个真实的 内容跟意义嘛 会员那么挺我 不管是不停的续约 不停的升级 那我不晓得 电视机观众 你会不会跟我们会员一样 那么挺庆龙老师 不是今天亚光掌停板 我才来摇旗呐喊 我才来跟你吹捧亚光的好 昨天的分析 才是重点 清楚吧 今天亚光 已经来到133了 那你认为 135.5会是高点吗 所以我这礼拜 从礼拜到礼拜四 你认为我没有卖掉亚光 难道是凭感觉吗 长线的基本面架构 如果没有看好 当时候我这一段没有赚到 84.6我怎么敢买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未来嘛 未来还会再涨128卖掉 105打下来 接回 昨天杀到跌停板 你当然不用担心 知道会涨 蹭跌 当然还是可以站在买方 今天亮灯 133 最快速亮灯涨停的光学 远近干领股票 就是亚光 所以他是龙头主标股 所以希望在未来 盘市多方控盘的情况之下 你只要认清楚 主流部队在哪里 台股这1000亿的一套之心 他不会亏待你 你还在担心 北韩金正恩 这个狂人 不断的对国际之间的一个 挑衅的一个行为吗 这种非经济利空 我说打下来都要站在买方 前两天是不是都黑鸡棒 台股 我说这种突发性的利空 他怎么下来 他就会怎么上去 今天大盘指数不是涨了71点吗 拉出中长虹 10619怎么会是高点 既然不会是高点 主流的部队 相关的强势股 有低点来到支撑 你就要敢跟我买 多头行情 看支撑 不要去预设压力 所以当昨天的郁金光 重挫吗 510 我说你做空的 记得要回补 这一张郁金光 因为我知道 去年度他从 五六十块钱 沿路的涨上来 很多头庙 你做他的多单 你都没做过 所以你看到他一直涨 你会想放空 不管你自己去放空 还是你们老师 带你去放空的 我看到很多人 沿路的被嘎空断头 做空在多头行情 有一个危机 当你被嘎空断头了 你的一毛钱都拿不回来 资产化为乌油 没有任何产子 这你要特别小心的嘛 就是因为我看到 很多朋友 喜欢去乱放空 这种强势股 所以当他的昨天跌停板 重做的同时 我说你真的有做空的 记得要回补 代表他还没有容易结束 这样的一个多方式的结构 因为郁金光 是一档油亏转盈的平概股 目前的平概 相关概念股票 在下礼拜 当iPhone8正式要推出以前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疑虑 这是我好心提供 给同朋友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不希望你看我节目 你是被嘎空 你是被断头 一档油亭被嘎到断头 什么都拿不回来 接下来你怎么反败为胜 这是我由衷的 在昨天节目所提供给 做空同朋友的一个看法 要记得回补 你不回补今天真的亮灯 真的亮灯涨停板 五六一 今天涨五十一块钱 十张是不是五十一万 很清楚的一个脉络 包括这一档新剧科也是一样 昨天重错 跌停板 我又长线 我仍然看好他的一个走势 为什么 新剧科引进港支秋泰 这种未来业绩的一个展望 数字出来了吗 秋泰是中国的第三大手机镜头模组 所以未来的一个新剧科将会透过秋泰 拿到很多中国大陆手机品牌 大厂的订单 所以只是说这个业绩的一个素质 不可能那么容易展示在目前的新剧科的业绩身上 你现在看到新剧科的业绩都不好 不管是七月份还是八月份都不理想 这叫过去 这股票看未来 那未来是股票涨跌依据 当然是在业绩的层面 所以既然未来的一个新剧科的业绩层面看好 股价跌停板 你就不要担心了 今天新剧科盘中一样涨了3.6% 所以我选的股票 放心 都是清晓老师经过严格挑选的机油股 价格投资概念的一个节目内容 不是机油股我不会带你买 我电视上不会介绍 告诉你逢低要成金嘛 所以你看一下这档工业电脑股王的华瀚 红乃集团的 当时候在7月18号为什么要买它 你看它营收新高 年车上升高达28%嘛 那三角形收听形态突破 出现攻击大量 当天7月18号 我不仅406.5买 当天我还做了一个加码动作 再411 买进加码之后 当它再度回档 21号 417平板一下再低接 低接完之后 股价沿路的推升来到477 给予股会员的目标价没有到 所以当它回档修正 连续压回3天 8月10号 看好啊 持续性的看好 有低点我带你上车 437再低接 8月10号再来一次 再一次回马腔还是看好 所以当天平板以下的435 我还在低接华汉嘛 接下来华汉 有没有沿路往上走高 这4个位置 就是我带领会员 承接华汉的一个转折 低档区啊 来到这礼拜 已经来到155了 我告诉会员 站上450的华汉目标价 你家看码不变 为什么看码不变 因为我看好原因都没有改变啊 不然就一个基本面的架构 还是技术层面的分析嘛 因为它支撑是越电越高啊 那基本面呢 你看7月营收继续创高啊 而且年成长率已经高达180% 比6月份营收 年成长率只有28% 大幅度跳跃式的成长 主要的原因听清楚 华汉已经取得欧洲资讯系统大厂 SMT大概28%的股权嘛 所以今年度的一个下半年 SMT的业绩会印注到华汉身上 所以它的业绩只会越来越好 这我当下给你的看法嘛 所以礼拜来到455 目标价里加 礼拜四来到466.5 支撑是越电越高啊 那我还是提醒我们会员 这个目标价不变 不变啦 今天华汉 股价创新高来到480了 最高是486 强不强 我讲过我介绍股票的基本面很强 遇到前波高通常不会是压力 而且都会突破 为什么 股价终究要反映它的基本面 你看一下华汉 最新的8月营收再创历史新高 而且年成长率高达203% 是不是越来越强 6月份跟去年比较成长28% 7月份跟去年比较成长180% 最新的8月营收跟去年比较成长203% 所以整个华汉 从我406.5开始买进到今天为止 我一张都舍不得卖 我也没有带会员做过任何价差 或许同样你认为说 这边先卖一下 逢低再承接 但是我对华汉下半年夜期 我认为它的爆发力相当强 我怕我稍微卖 就会积不回来 所以呢 我的坚持 一档股票如果有破断行情 我宁愿舍去价差的操作 价差操作不赚 我不会觉得可惜 重点是大破断的行情 从406.5这个基本单开始买进了华汉 到今天480 一张73块半 买个10张73万 第一笔单 其他的一样 这是大破断行情的一个掌握 所以整个华汉 我今天一样告诉我们会员 最新8月营收年车辆率高达203% 续创今年入新高 目标价当然有机会来 我今天要跟观众朋友报告的是 目标价不仅会来 我认为 有机会调高到目标价 因为他的业绩实在是 令人非常的驾客 令我非常的惊艳 眼睛为之意料 所以当未来的华汉 他的一个量价 筹码形态 如果依然维持多方的一个结构 目标价我会调高 我会继续扩大会员的一个战果跟绩效 这我今天在盘 拉出中场的同时 不管是对光学元件的干领股票 所给你看法都还会在涨 或者是华汉这档工业电脑股王 他还有推升的目标的同时 我希望未来行情 你不要错失 请好是任何一次 带你压回 承接强势主流脉动 各股的机会 真的要好好把握一下 学一样 再回到前面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巴菲特 巴菲特 陈东同固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促加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同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陈东同固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数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陈东同固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一看不达 入回专线 明儿 2752 5868 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影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七米床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五九七的值得我在礼拜尔做了卡位的动作 为什么 基本面成长高达八成 八天转折向上买点浮现 现买现工掌停 发动点看到了我会带会做进场的动作 十一点二三分 值得七五点八附近买 当时候十一点二三分的价位 七五点七 同样你再一次对时对价 七五点八保证你成交 对 我不会在最低点画个圈圈买最低 这不是我的风格 所以当天买完之后 有没有亮灯 至少赚了五%以上 接下来礼拜三的值得 洗盘一下又大涨了九点四% 礼拜四的一个值得 又涨了八点六% 我昨天已经提醒你了 从二开始买的 到昨天礼拜四 短线上自己不要去乱追 不要一档股票 涨了两成了 你才知道沁隆老师好 追高是有风险的 昨天的提醒 代表我随时会做调节的动作 所以今天一个值得 创新高91.7 我卖在90啊 卖 看一下讯息 10点08分 值得已经连涨四天了 下礼拜五天转折 可能会修正一下 所以今天90附近先卖一趟 10点08分 股价几块钱 90.3 你去对时对价 今天90逢高 站在卖帮 你是会员 挂90 保证一定成交 四个交易日 我把一档股票 砍就起来 有卖对吗 有没有卖对 看尾盘吗 尾盘 85.5啊 我卖在90啊 差几块钱 差了四块半 十张 四万五 我没有做对 怎么带进了 怎么带出的 我又再度展现一档个股 完整的操作流程 其他节目办得到吗 其他分析师办得到吗 所以我常常跟你讲 看节目要懂得看门道 其他老师不是每天跟你数涨停 或是送你涨停板的股票 每天送的股票都不一样 结果呢 你一档股票的一个涨停板一轮 你都赚不到 有用吗 一档股票 一买一卖决定你的输赢啊 有没有买点啊 会员的抠讯 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 有没有卖点 今天会员的抠讯 有没有再度跟你对时对价 这样一买一卖 有没有有两成的一个报酬率 整一个值得啊 这四天啊 总共涨了26% 懂没有 你赚了几% 你不要跟我说 值得今天创新高 你没有赚钱还套牢 你如果是这样的结果 你如果还不照着 竟然是给你的盘中抠讯 一起来动作 我爱莫能助 我已经够大方的啊 把一档股票 怎么带进的 怎么带出的 完全的公开让你知道啊 对 其他节目 有这样做给你看吗 礼拜二75.8买 今天 是卖在90 嗯 一二三四四个交易日啊 一档股票的利润 我赚给你看 比如说一百万的至亲 四天可以创造 二十万的 绩效出来啊 那不是这样 而且今天卖点 你看一下 我卖在90 尾盘收 85.5啊 我今天在卖 你不要跟我说 你今天在追 这样真的不好啊 所以清老师 是会带会 卖股票的分析师啊 不是每天 设微标 指进不出 建一档挨一档 我给你会的指股 三档左右啊 我一定会出掉 就了才会进心的嘛 所以今天值得卖掉 资金该怎么运用 会员很清楚啊 所以 昨天的加折一样啊 创新高 二二二 卖出 我喜欢在一档股票 走高 创高 卖嘛 反市场的操作 一定是在 个股回档的时候 大家不敢出手的时候 带你逢低成接嘛 相对来讲 走高 是不是很好卖 所以今天值得创新高啊 是不是很好卖 昨天那个 加折创新高 是不是很好卖 量价不对称 当然要卖啊 这档股票 我从8月7号 这一天开始买啊 来回顾一下 当时候 营收成长20%的加折 融资低筹码稳啊 形态又突破 我连买了三天啊 所以我买股票 是有原因跟理由的 对 有基本面 有筹码面 有形态啊 所以各方面条件 都具备的同时 我就会带回你进场 是不是 所以8月7号加折 买在188.5 买完之后亮灯啊 当天亮灯193.5嘛 8月8号隔天 平卖一下再买 买在191啊 8月21号再买啊 连买三天啊 买在192啊 接下来 手脚止跌 准备叙事呆挖 因为融资还在滴水位 也没有转折向上 当他黑鸡棒了 开高走低 收193不用担心啊 为什么不用担心 短线的支撑 守得那么漂亮的一个夹着 礼拜一特别提醒你 高姿态强势整理 他还会再走高 礼拜二 红鸡棒来到202 每一笔单都赚钱啊 买在相对的低档 风险相当低 利润 庆永老师负责带给你 礼拜二讲完之后 礼拜三 涨停满 创新高来到22 当天出现新天亮 我说一亮先价型概念 它还会再涨 当然还有高点 所以礼拜四 最高有没有超过22 最高28.5啊 那早盘 看到它创高 没有卖到 有点可惜 但是 我说过啦 股票 我的反市场操作 是一个相对论 相对低档买 相对高档出 那就很漂亮了 你如果说 每档股票 我都要买最低 你卖最高 我真的没法到啊 最高点 怎么可能是你卖的 一档股票最高点 一定是它 从高点下来的 你才知道那是最高点嘛 最高点当价同时 你通常卖不到嘛 所以你只要卖在一个相对高点 就很漂亮了啦 所以整个加折 昨天19分 10点19分嘛 我看到它 回到平板之后 回到平板之下 当它拉到平板之上 我赶快告诉会员 22附近先卖出 因为早盘创高 量人已经跟不上了嘛 这叫量价不对称的卖点啦 10点19分 22附近卖嘛 当时候交易赛几块钱 2223你去对时对价 22保证一定成交啊 不跟着卖的 我一盘 205.5最低是203啦 一张差了快20块钱耶 十张差了快20万啊 我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啊 对不对 所以今天那个值得 90卖啊 不跟着卖的 今天尾盘掉到85块半了 所以整个加折 昨天卖掉之后 尾盘掉下来 今天特别提醒你 当他回挡 我热观看待他的后事 因为基本面没有衰退 形态量价 目前还属于多方哦 所以这张加折 该接回的同时 我自然会接回 昨天的TPK 股价来到波段低点 谁会分析 他从136.5 为什么沿路的修正 来到118.5 波段低点哦 我为什么特别告诉你 我看好他的后事 整个TPK 是油亏转赢的 一档平概股 跟特斯拉概念股票 双重提债的个股啊 TPK的去年度 亏了4.27 今年度的前半年 赚了2.75 业绩 有没有在苹果 跟特斯拉的加持之下 每月 逐月的一个 走高 八月人说 今年度的新高嘛 所以我昨天特别的 提醒头没有嘛 因为最近的一个TPK的GDR 全球纯托平证 定价是118.7 昨天的股价 已经来到118.5嘛 它已经没有套利的空间啊 所以昨天的TPK 我说再跌的空间有限 那在 平概 跟特斯拉一个加持之下 我认为业绩会逐月走高啊 融资低 筹码又稳 要不要买 它从最高136.5 跌到118.5的破断低点 我带你进场啊 我带会员买啊 昨天12.15分的TPK 股价已经来到GDR 定价118.7附近 已经没有套利空间 再跌有限 八月人说 续创新高 在苹果跟特斯拉的加持之下 业绩会逐月走高 120附近买 当初价位在19.5 120一定买得到 今天TPK的股价 有没有开始涨 来到123.5 什么是 讲在昨天 让你印证在今天 不管是TPK 还是光学元件干领股票 相信昨天的节目内容 你已经印证 庆老老师的一个实力 所以未来 强势主流脉动 该如何掌握 需要庆老老师帮忙的地方 不要客气 赶快跟我联络上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准准团室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慰在一起 巴菲特 巴菲特 成功投顾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 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促加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成功投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